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大的安省的野外 当然也常常在公园花园里面 作为一种观赏的植物 花卉来种植 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 它可以在野外生长40年 当然在我们的院子里面 我们就会三到四年给它分租 使到它的花冠 整个花形更加的漂亮 它对阳光的要求是充足的阳光 在我的院子里面 它可以接受每天六个小时以上的光照 它对水的要求就是干到湿润就可以了 对于土壤的要求是排水性好 还有这个排透气 这样有利于它的根部的生长 肥的话适当加一些田园用的花肥就可以了 它的树冠可以长到一米多 但是它不会说是扩长 它就是一重一重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会一重一重 紧紧的长在一起 大家看到它的新长出来的花苞 还没完全打开之前是绿色的 当它打开以后 它就会变成鲜红色 那就可以看到鲜红色 变成粉红色 变成紫色 所以我用这个色彩绚丽来形容 它的种球 它的种子头是金鱼黄色 它的花期可以有两个月 从7月到8月 如果是你养得好的话 可以适当的修剪 在秋天它也可以开一次花 它吸引了蝴蝶 吸引一些鸟类 到了秋天 当它的花瓣掉下了以后 它的花枝上面 会顶着一个一个的种球 这样子它就经过整个冬天 要到明年的春天 它才会发出新的枝叶 因为它很漂亮 所以我常常用它 作为室内擦花的花卉 美化家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订阅 并按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一些小铃铛 点叶子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